幾乎是一個月內做的民調 非常的密集 而且是20天而已 2月20到3月7號 3月5號 扣掉那個2月只有28天 實際上差不多10來天的民調 連續的對不對 2分 對 6分民調 所以你會認為說 這個民調在這麼短的時間內 會有這麼大的變化嗎 民意如流水 當然也可以這樣解釋 但是我們大概只能整理 出幾個趨勢 就是剛剛大佬或許有提到 不過我稍微補充一下 我覺得整理起來 第一個 韓仍然是最強 在這個過程當中 它依然都維持最強 沒有變 第二個 蚵下來了 而且是最明顯的 蚵下來最明顯 然後所以豬上來了 豬已經 所以這邊就交叉了 對 已經超過蚵了 最沒有改變的就是菜 它是最弱的沒有改變 他以後往下 有掉到12% 對 所以這個感覺 蔡是幾乎已經出局的 特別是如果說 昨天那一份民調 蔡她連自己範率 都拿不到50% 你說她還要代表範率 出來選總統 我覺得她接下來還要處理 是她內部的問題 你要講清楚一點 講清楚 你是意思說民進黨會換人嗎 不是 我的意思說 你是出局這兩個字 出局是只在三大選裡面 在大選中 大選中如果跟這兩個人 去對比的話 他幾乎就是已經出局了 在局內 但是不會當選 這樣才對 對 就不會當選 因為只有一個會當選 只有一個當選 所以我覺得 如果從這樣子的 這個趨勢來看的話 我是覺得這個趨勢 有可能繼續走的 有可能繼續走的 雖然說這個民調是在過去 差不多十來天裡面 連續做的民調 而且是不同的機構 這裡面有媒體的 甚至有基金會的 那個基金會坦白講 也是比較偏率的基金會 媒體電子報其實也都是 所以如果做出這樣的民調 我真的認為這樣的趨勢 它是有可能不變的 就是會往這個方向 大概變化不會差異很大 不過關鍵是說 柯為什麼下去 我覺得柯最大的是說 他中間選民的流失 剛剛也有提到 然後他的聲量被涵蓋過去 所以這是韓的功勞 換句話說 在整個國民黨越接近大選 或者是在提名這個階段 韓的角色還是非常重要 今天不管他要不要參選 或者最後有沒有成為 對總統的候選人 在2020的選戰裡面藍 藍營的是絕對沒有辦法 沒有韓的 因為他能夠成功的 再出一開始這個階段 去壓制柯的聲量 把柯整個壓下去 然後讓藍營的候選人 就算是朱立倫的話 他打起來才會比較順手 會比較好打 然後整個把這個菜也邊緣化掉 所以原本民進黨最近有一個策略 就是這個拱函藍科邊緣化豬 這是他們的一個說法 普遍外面會有這樣子的說法 顯然這個策略是沒有成功的 甚至是失敗的 未來他會怎麼調整 我覺得我們還要再看 所以這個當然就涉及到民進黨內部 他怎麼樣去重新布局 或者有沒有重新布局 再來3月16號的初選的結果 這個也會是滿關鍵的 特別是對民進黨來講 會是滿關鍵的一場戰役 再來就是說這個朱立倫本身 所以有人從1124到224三個月的時間 你幾乎沒有看到他 在總統大臉自信上做什麼事情 對不對 他除了2月中去 生意了三個月 對 就像將近有三個月 他是沒有什麼聲量 去美國 即便去美國聲量也很低 那時候去美國他的聲量 其實是被韓國瑜蓋掉的 因為韓國瑜跑去其他地方 還有柯文哲去以色列 所以他的聲量其實被分散掉 他回來唯一聲量重擊的 就是說引起討論的 那個話題叫何事 可是那個對他也不見得 那麼的百分之百的正面 可是他要聲量起來 你就很納悶 2月24到今天3月7號 也才10天 10天這個rebound這樣回來 這個民調這樣子談起來 所以這個 發生了什麼事 這個發生了什麼事 然後真的是因為 3月5號那一天的見面 我是持比較保留的態度 不然還有發生什麼事 但是我是覺得這裡面 這也告訴我們就是說 幾個可以觀察出來的點 第一個 網紅是一時的 像比如說柯P老師喜歡用 網紅這樣的操作方式 我覺得網紅只是一時 但是如果你這個網紅的背後 你沒有帶議題的話 你沒有帶政策 沒有帶議題的討論的話 其實對聲量還有對聲望的貢獻 會比較有限 朱立倫未來他要怎麼樣去操作 這個我們繼續看 但是就是說他如果願意在議題上面 更加的發揮的話 或許對他在聲量上面 會有所幫助 加上韓的配合 也就是韓國瑜本身的配合 因為韓國瑜的配合 會把殼繼續往下壓 菜也上不來 這時候反而是 朱他有辦法去搶工的機會 韓就會變助工 可是問題就是回到說 韓跟朱之間 他們願不願這樣配合 也就是回到剛剛 他們那天見網面那個結論 我做什麼 他都支持我 他做什麼 我都支持他 到底他做什麼 我做什麼 可是就不用去管做什麼 反正他們互相支持就最強的 一粒之恥 他們兩個自己聽得懂 一粒之恥 我補充一句 不好意思 站到四缸之間 我補充一句 因為剛剛兩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 我早上訪問朱立倫的時候 我有特別問他 你去美國沒有人跟這樣子去 他說沒有 那個是學習之旅 他如果一旦起跑了 或者是甚至已經成為 國民黨的總統候選 他會再去 不再學習 他會再去 到時候就是 會不會再白宮打卡 華府 然後跟五角大廈 那一種就是一個總統參選 必須要去的 他會再去一次 我相信如果他之後 被國民黨提名 那個時候的媒體 就不會像這樣沒有 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剛剛在講 我的看法跟大佬一樣 所以我剛剛也很保留 3月5號你就當天就有效果 我跟觀眾朋友報告 朱立倫一開始 在周期委提出的時候 我也跟大家說 他一開始是反對的 可是後來他也發現說 這個反對其實基本上 用詞不精確 所以觀眾朋友 3月2號大家去查 3月2號朱立倫就已經改口了 我會盡力讓自己 成為最強的候選人 所以隔了兩三天以後 3月5號 就是他已經不反對 今天早上我的專訪 剛剛我在講第一段的時候 還沒 現在電子報又出來 就是直接下標就是 即使是韓國瑜我也支持 就是用詞又更直接了 就是說朱立倫現在的方式 會變成是 我完全不排除韓國瑜比我強 就提韓國瑜的 這樣的一個策略 當然最後我的看法 跟大佬一樣 韓國瑜出來機會也不高 的狀況之下 韓粉們會不會就 我就支持朱立倫了 所以反而下一次朱立倫的 民調真的也就爬上來 各自都有謀略 但是我覺得朱立倫的這個轉變 對人來講 可能後世是看長的 我補充一下 剛剛我們要講完就是說 其實朱立倫他在 那三個月的時間 尤其他過年那段時間 我的瞭解他只在北部活動 他的活動範圍到新竹而已 新竹以南幾乎都沒有去 第二個 在去年11月24號的選舉 實際上他的輔選能量 他的輔選動作 在中南部並不大 他幾乎都在新北 頂多這附近而已 所以現在就是說 這是什麼策略 這是一個什麼奇怪的 參選總統的策略 我現在不是策略 我現在講說 所以其實在中南部很多人 不是很了解他 也不是那麼清楚 中南部對朱立倫的認識 對朱立倫的認識 是比韓國瑜還低的 所以這個是朱立倫本身 他要去克服的 如果說他未來他的策略正確的話 才有可能讓他的這個民調 繼續往上走 否則的話 中南部對韓的認識 還是高於對朱立倫的認識 韓國瑜這幾個月來的 最大兩個功能 第一個把柯文哲壓下去 因為以前柯文哲算是 他在網路上的操作非常成功 所以很多報告信 很多中間的選民也好 是比較年輕 甚至說比較常接觸 網路族群的人 現在追著網路族群 我覺得八 九十歲也很多 我們不能用年齡來去區分 長輩不是接觸LINE嗎 對 現在掌握看YouTube的也很多 所以不能用這個年齡來區分 說大家親近網路的程度 越來越高 所以柯文哲在這個 在工具的使用上面 領先當時藍綠所有候選人 最早滲入網路 而且操作得很成功 而且他當時確實是 很天真浪漫 無邪 然後可以騎個機車說 太平洋馬路很爛 但他現在的網路操作 太有目的性了 那就不純真了 大家去接受一個 能夠接受一個 政治人物在網路上的表現是 他做他自己 而且他的出發目的性是純真的 就像韓國瑜為什麼 晚上在家裡面吃宵夜 也有三萬多人看 他講第一個 他出發於自己的內容 他有內容 而且談這是市政 柯文哲你看 不知道他春節那一段期間 跟他網紅這些 來去做一些 共同在裡面露出 你感覺他太 我覺得沒有什麼特別的內容 我覺得談的內容很空虛 所以引起不到大家的一個喜歡 而且現在網路 有線上線下要相互支援 我不能只靠線上 你線下的這個資源 會讓你的族群逐步逐步的擴大 所以對韓國瑜來說 他有線上的網路支持者 但是他回到現實生活中 有線下的所有的支持者 每次到他什麼地方 都圍著團團水洩不通 所以線上線下相互影響 他的擴散力會往外擴 但柯文哲有點麻煩 就是他的線下的影響力 沒有這麼高 沒有這麼高 大概基本上除了大台北之外 到中南部還有一些 但你看台北整個他的大本營 在台北市 在台北地區 他基本上沒有什麼線下的人群 比他巔峰時期相較已經少很多 所以他的線上線下之間 不能相互的串流 所以在整個的網路影響上面 當然柯文哲顯然就往下走 所以韓國瑜鞏固了 在網路這一塊的族群 而且他覺得說 以前柯文哲很不錯 但是我發現韓國瑜可能更有趣 所以他相互比較之強 他就完全的蓋過去柯文哲 第二個 韓國瑜有效的鞏固藍營的支持者 包括他支持你幾個天王 包括吳朱王這些 他們這是有點部分鞏固 有一部分 比如說有些深藍人 對王金平還是有疑慮 他的鞏固率不高 有些換柱的對朱立倫 還是有疙瘩在 所以他的鞏固率就少了那一塊 吳敦營更沒有說 還是很多人對他有意見 所以他們這幾位 對於藍營的總體的鞏固意來說 都沒有那麼的全面 都還有一些疙瘩在 但是韓國瑜出來這半年多的時間 基本上把藍營的鞏固了 鞏固變成鐵板一塊 變鐵板一塊 就越來越不會往外流 而且他幾個想法 基本上他的人都幾個想法 激勵藍營的基層 說明年一定要把民進黨換掉 讓國民黨執政 然後今天還講說現在的民進黨 就像當時的國民黨 就等著被替換掉 所以藍營鞏固這塊 其實對鞏固意來說是相當有幫助的 相當有幫助 因為大家也會看 幾個的候選人裡面 鞏固意的目前不管在民調上面 還是屬於second best 就是最佳第二人 除了韓國以外的最佳第二人 所以藍營鞏固 我覺得對鞏固意來說 基本上我覺得 對他的民調也有加分 最重要是鞏固意的轉念改變了 之前在2月底的時候 2月下旬的時候 他做這個兩階段的民調 他致命上詞比較反對 而且講得比較重 但是他一個轉念說 我覺得我還是要力爭上游 我要變成第一個 讓大家覺得說 你沒有膠著在這個 到底要不要韓國瑜這件事情 你把這個信息中打開之後 其實反而會讓你的支持者 去回流甚至部分的韓粉 會覺得說 你要讓韓國瑜出來選 你的這個門檻也很高 也要有一個很完整的說法 否則他們也擔心丟了高雄 然後整個南部的選票 會不會因此也受到很大的影響 反而壞了國民黨 在2020的這個大忌 所以這些理性韓粉 他現在也會做思考 所以在一來一往之間 我覺得對於朱瑩來說 目前是略占了一點優勢 略占了一點優勢 所以如果朱瑩能夠抓住這個優勢 並且能夠和韓 和韓 和好韓國瑜 然後有王 你說讓韓粉支持他 對 和韓有王 我想對朱瑩兩戰略來說 也是三邊關係 對這邊的戰略來說 是比較OK的 綠白之間出現氣保效應的話 氣得乾乾淨淨的話 假設有這麼一個狀況的話 其實朱立倫還是敵不過 柯文哲加蔡英文加起來的 對 當然你如果是說 有這個綠白的可能性 但那個神大老一定很想辦法講 大老說不會 大老說綠的絕對會 對 他的臉書 他說柯文哲雪上加霜 因為民進黨還是會挺硬的 好 我們就不要討論這個意見 不但不會 而且這個問題是很荒唐 等一下我解釋 我們不討論這個意見 這個大老不開心 我跟專門問荒唐的問題 讓大家有時間好好解釋 但是我覺得 今天出來的這一份民調 的確是滿有意思的 你可以看到那個的趨勢 我覺得這一份民調出來 最緊張的當然是柯文哲 柯文哲可能沒有想過說 為什麼他的民調 在這一陣子 他這麼努力的情況 竟然是往下掉的 沒有辦法維持住 他原來一直保持這個 至少也只輸韓國瑜 如果現在連朱立倫 都可以贏過他 那他選怎麼選 這當然對他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警訓 我會覺得 這個柯文哲下降的這個趨勢 很值得關注 你說剛剛大老說 柯文哲自從這個 陳思瑜大敗之後 就沒有那個意思 沒有 我覺得他的企圖心非常強 即使那個大敗 你看他那時候 過年期間多麼的密集 最認真的就是他 拚命跟網紅連結 然後再加碼以色列的行程 防美的行程 而且還要一日雙塔 我覺得他當時 不認為陳思瑜的敗 會傷到他任何的寒毛 所以他還是持續的覺得 他可以往前跑 而且他可能認為 韓國也不會出來選 所以他還是維持 在韓國也不出來的情況底下 他可以跑在前面 但是柯文哲他忘記了 就是說網紅 他可以一直當第一名的網紅嗎 恐怕很難 我最近有遇到那個 女生的大學生 我問他們說 你們現在 這個最喜歡的人是誰 我以為他第一個要跟我講柯文哲 結果不是 你知道他講誰嗎 他說陳其邁 所以你就知道說網紅要換人 看看他綠營的講的是陳其邁 藍營他講的是蔣萬安 所以你就知道說年輕人口味也在編 就是說一個阿伯看久了 在網路上你真的認為他可以一直保有 這樣的一個新鮮感嗎 網路的手法推陳出新 可能現在陳其邁的招式已經勝過 原來柯文哲達飛 他已經吸引到一些大學生的目光了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底下 我覺得今天這個民調 為什麼呈現出來 柯文哲他的那個光環 他的支持度 沒有辦法一直在之前他維持的 他慢慢有一些年輕人 雖然是最挺他 但是年輕人裡面的結構也開始 產生了微妙的變化 另外一個就是 他跟韓國瑜的對照組太明顯了 一樣出國去 大家就會比 新馬人家韓國瑜是什麼行程 從早拼到晚 然後都是簽約都是訂單 都是高雄 為高雄打拼 對照之下請問大家知道了 柯文哲去了以色列 然後請問是什麼行程 都是走馬看花的行程 然後沒有看到他拿出 任何的成果回來 柯文哲不服氣 然後又丟出來說 我有這個MOU 我哪一年哪一年 簽了什麼樣的MOU 但是那個都起不了作用了 所以這個是大家心中自有定見 就是說為什麼都是市長 一個還是首都市長 一個是高雄的市長 市長對市長 在這麼短的時間室內 我就會形成一個 非常強烈的對照組 然後自然而然韓國瑜的表現 就會讓大家覺得說 柯文哲的表現不夠好 有韓國瑜這個對照組 同樣是市長的角色 其實柯文哲做得並不好 請問你最近這麼多的行程當中 有哪一件 是為了台北市市政 是做一個市長的角色在做的 還是你當選了之後 你心心念念的都是總統大位 都是在鋪陳你個人的 2020的總統大位 我覺得民眾的眼睛是雪亮的 就是說他會認為說 如果你給你這個位置 市長的位置 你不想做這件事 你都在想你的總統大位 你最近做的事情 也沒有為台北市政去衝 你認為中間選民會怎麼想 品的程度還會那麼高嗎 所以他那整個結構裡面 我看到的是 這個泛藍的也下降 泛綠的大概差不多 中間的恐怕也下降了一些 這樣子對柯文哲來講 等於是柯文哲的下降 他各方的票就是支持度 都在往下走 這個趨勢 我覺得柯文哲陣營真的要小心 他們太善於操作這種短的 就是說好像很快的 朝熱一個什麼樣的話題 包括他之前出採的這個 在以色列坐在機場 充電的這個 本來以為是要吸引目光博的好感 但是沒想到這件事情回遇參半 甚至更多的是認為 你一個市長不用演成這樣子 雖然你認為說沒有電 你就這樣子很隨性的去擦 但是也用不著把這張照片 PO上網 PO上網的這個動作 讓很多人覺得 你這個市長不真 太假了 就是說你還想要藉由這個事件 再去炒作 所以柯文哲我看到的現象是 他現在有點炒作過頭 讓人家開始有一點 不喜歡的感覺 開始慢慢要出現了 韓國瑜 他還可以維持這麼高的聲量是 他每一個動作 每一個表現 他心裡面真的是要把政治拋開 他只想做事 我覺得一個人 當你是真正想做事的時候 你會獲得掌聲 而朱立倫的部分 最近他在這個民調 你如果跟其他的比較起來 事實上他也有曾經在蘋果 他還是31.8 就是他不是最高 他還不是最高 但是也沒有過去那麼低 對他來講 有這個止跌回升的效果 我覺得這是一件好事 朱立倫他欠缺的就是 大家之前看不到他 就是他沒有在一些 重大的事情主張上 他很快的在第一時間表態 然後展現一種決心 一種氣度 然後給大家看 但是剛剛大家提到說 重啟核四這件事情 有的人會覺得說 好像對他不見有利 但我的看法比較不一樣 我覺得那一件事情 有扭轉大家對他的印象 因為其實你要作為一個 總統的候選 你不能閃躲的 在一些重大議題上面 你不是說這件事情有爭議 統後賣共就躲起來 他們之前犯的毛病就是這樣 包括在講九二共識的時候 第一時間挑出來是馬英九 不是其他人 如果在一些重大爭議的事件上面 作為一個總統參選人 朱立倫未來會更勇敢 用一種很堅定的態度 來展示給大家看 即使不是所有人都同意我 但那個就是我的主張跟看法 我覺得他的掌聲會更多